橘色雙翼展開 紅火鳥華麗登場 順著流線上去 全玻璃頂窗 科技動改 22寸大輪胎 輪圈造型 宛如細緻花朵 優雅又帥氣 跑車場首次大動作 在電動概念 超跑登台 大秀科技肌肉 可以看到這一台 全球唯一的概念 是它的高度 其實只有117公分 是比一般四周跑車 還要矮上許多 但機械地 連前擾流板 都變設計一環 頭登則呈現復古顆粒感 致近70年代經典車型 進到座艙是全營世界 方形方向盤 懸浮面板 但要說科技點 在於電動馬達 不知重量 只剩原來的三分之一 實用時常再進化 它不只是要溝通 它未來的走勢 它等於也要做一個 文化的傳承 那他們還把這個 AR的擴充虛擬實境 融合進去 豪華車場大秀 電跑肌肉 但要論科技 這台螃蟹車 絕對讓你眼睛為之一亮 輪胎摺視度 橫向飄移 以為是汽車版 妾女幽魂 四個輪胎 不同角度 一言不合 就掉頭 甚至定點轉向 斜向行駛也OK HONDAI神醫技術 預計205年 就能在路上看到 而另外兩台夢幻神車 也準備現身來台 疫情碳纖維座艙 極速上路 頂規跑車座影 具體賽車型方向盤 搶燈賽車手不是夢了 奧地利跑車 KTM Sport Car 進行正式與台灣代理合作 引起限量 X4 GTXR 0百加速3.4秒 時速上漢280公里 會卡在兩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你超過 奢侈稅的部分要加上一層 安全法規其實算是蠻嚴格的 各大車廠用概念車 宣示實力技術審美 雖然沒有辦法開上路 但設計應用 都可能出現在新款車輛 已經妥妥勾起 民眾對車未來美好的渴望 這次還是我好想落到這台無道